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茶壶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当幸福来敲门 这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整个故事鼓舞人心 画面和演技也很让人触动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一个奋斗的男人 励志赚钱 经过重重考验和困难 最终通过了公司考试 成为了一名股票投资人 最后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股票公司的故事 克里斯是一个在旧金山打拼的青年 有着报复和理想 但是生活并不如一 他一直在推销医疗器材 但是很多人都因为价格昂贵而放弃购买 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投入 妻子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整日吵架 儿子小柯每天都被送到一家华人开的托儿所 因为价格便宜 所以选择了这儿 克里斯经常推销时不能接小柯 所以每次都会拜托妻子琳达去接 可能这是两人最终分手的主要原因 小柯过生日 琳达的同事送给了小柯一个魔方 但是小柯对这种成人游戏并不感兴趣 克里斯无聊的看着电视摆弄起来 竟然轻松的拼了起来 克里斯在推销的路上 遇到开着好吃的男人杜先生 主动询问 他的工作为什么能赚到这么多钱 这个男人告诉他 他是一个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 克里斯决定去试试这份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只招实习生 克里斯回到家和琳达说了这件事 反而被琳达吵弄一番 克里斯却面试这个公司的经理 就是杜先生 因为面试 克里斯把自己推销的器材 给一个流浪歌手保管 但是却被拿跑了 克里斯找到机会和杜先生搭车 杜先生一直在玩魔方 没有兴趣听他讲话 克里斯主动拿起魔方 并在下车前把魔方拼好 因此他赢得了一个面试机会 克里斯的妻子离开了家 带走了小客 克里斯主动要求自己照顾小客 克里斯无法支付房租 而提出帮忙刷墙换取住宿 因为一直多欠贷款 在刷墙的时候被带走 当晚被警察拘留不能回家 克里斯只能再次拜托琳达照顾小客 第二天 曾警察局出来后 一路狂奔去面试 结果意外被录取 但没有工资 克里斯决定再考虑一下 克里斯回到了家 琳达送回小客 并表示自己即将离开旧金山 克里斯带着小客搬到了汽车旅馆 克里斯也来到了证券公司实习 证券公司最终也只在几十个人中 留下一个人 克里斯在打电话中 认识了有着巨额退休金的男人 在和他看球赛的时候 又认识了一些有钱人 克里斯一边实习 一边推销器材 勉强度日 但是不幸发生了 克里斯银行卡中的钱 被银行划走 无法支付房租被赶了出来 无奈下 克里斯带着小客 来到了地铁的厕所住了一晚 之后 克里斯每天带着孩子 去一个接受无家可归的人的教堂 两个人艰苦着过着每一天 证券公司的考试也即将到来 克里斯出门 遇到了一个老人 请求他帮忙付车费 拮据的克里斯选择了帮助 没想到这是公司老板 克里斯通过了考试成功入职 并创建了自己的股票投资公司 整部片子看过之后让人振奋 特别是入职最后 在人群中的镜头被称为经典 这部电影能够让你在困境中收获希望 本期查获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喜欢的关系可以点击关注 收藏哦